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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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溫度計上集介紹的狼人殺女神 Top10受到熱烈回應 許多網友狂敲碗下一集 今天網路溫度計透過Keyboard 大數據關鍵引擎調查 帶您來看看接下來還有哪些狼人殺女神吧 羅基祥最大的威脅者 搶紅小辣椒 梁宜辰 好爛 廣告演員出身的梁宜辰 出演過許多電影電視劇的拍攝 在男神時代中 展現火辣身材 更是讓網友眼睛大吃冰淇淋 然後我們現在做第三個動作 深蹲 來 跟著我一起做 來 跟著孔令 有嗆紅小辣椒稱呼的梁宜辰 在狼人殺中火爆發炎 當狼時死不承認還理直氣壯 嚇得小豬直呼好怕怕 志祥先生 你這一次錯了 你會被網友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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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條清楚 邏輯正確 即美貌和智慧於一身的他 在狼人殺中多次奪得MVP 也讓他受到許多網友的支持 陳靜萱選手 恭喜陳靜萱 有著一雙深邃大眼 笑容甜美的陳靜萱 曾拍攝過許多廣告 雜事及戲劇 在偶像劇 我的青春沒再怕中 飾演女主角之一 第九集時挑戰火辣文戲 及創戲 成熟演技 也讓他逐漸被大眾看見 高顏值的他走到哪都是眾人焦點 先前擔任運彩代言人時 擔任開球嘉賓 這球一丟更是直接擊中網友的心 吸引37萬點閱留言刷一排 戀愛了 在狼人殺中 監察講話講到一半就破音 鬥得主持人及來賓哈哈大笑 可愛的表現也讓網友們直呼 簡直是破音女神 然後聽 你波音就是狼人耶 對 一位跟閨蜜痘痘同樣擁有洋娃娃西大眼 被粉絲稱為雙胞胎 在參與狼人殺單元後 近期也原夢推出第一本寫真集 《你的小精靈》 化身超萌狼人填爆許多粉絲的心 過去在節目我愛黑色 會為固定班底的牆牆 由於笑點十足 嬰兒被犧牲為邪心牆 也受到粉絲們的喜愛 原先已經淡出演藝圈的她 在2017年時開設個人YouTube頻道 敢說敢演的性格和獨特的表達方式 令她再度在電視圈爆紅 也逐漸得到年輕網友的認同及迴響 我都自然事情 我不可以一直講 我要回答你什麼樣要進行選訊嗎 那不是有愛上我不行嗎 敲嘴你鑽神搶牆 在狼人殺中一言不合就爆氣 雖然看似愛做效果 但其實也又在努力盤票茶郎 屬於其的認真 也讓網友們紛紛被她圈粉 大家好 我是JR8號 我的HUST TAKE有凡子彪 只會哭 哭屁啊 從小就有舞蹈天分的凱樂 在大學時因為受傷 從舞蹈系一夜後 因緣際會參加了幼幼台的徵選 也讓她成為當年家喻戶曉的蝴蝶姐姐 在2014年 退出幼幼台後 正式加盟羅志祥創立的 新經濟公司創造力娛樂 成為旗下藝人 並且成為娛樂100%的主持群之一 驚喜 我看 小豬凱樂 兩人十足的主持默契 也讓他們成功在第52屆金鐘獎 獲得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榮譽 謝謝曾經找我去主持的製作人 不管是代辦還是什麼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謝謝大家 好開心 真的好想哭喔 被網友罵 我這就是好人 你不要懷疑我啊 在兩人殺單元中 從原先碰到困難就哭 到後來能夠帶隊取得順利 也讓網友們紛紛對他改觀 雖然在前陣子 因為羅志祥多人運動事件 丟失余百祖持棒 神影接近五個月 但在近期 現身於純麟九的新歌 《戀人殺》中 也讓粉絲們紛紛表示想念 並期待凱樂的付出 Oh my God 我殺了因為沒來耶 好強喔 個性活潑大方的焦反凡 總是不計形象賣力演出 在反骨男孩 及射出時代爆笑的演技 更是圈了一票粉絲 我覺得吃真的很快樂 就這樣一直吃吃吃吃吃 吃到孫生叫我腿褲 再進化成卡比獸 在近期有反凡主持的 YouTube單元焦心廚房中 更是找來許多YouTube 綜藝圈的好友 一起做菜彈心 不僅看到反凡累積的好人脈 也讓網友們感受到節目的溫暖 我就是女巫 但是你不應該跳的 因為你解藥還在耶 你怎麼那麼快跳 我會玩狼人殺 直言自己不會玩狼人殺的反凡 在節目中超ㄎㄧㄤ操作 開局馬上承認自己是女巫 隨後被狼人刀掉 再後更是自責爆哭 讓網友們氣不下去 而紛紛表示關心 媽 我沒關係 沒有沒有 對不起 全場唯一真預言家 誰跟我對跳 我代替熱量懲罰你 還代替你媽懲罰你 王思佳出道多年 直率性格深受粉絲喜愛 曾經擔任過模特演員的她 2014年更是推出許多音樂作品 妳想聽台語版本還是國語版本 台語版本 老娘五星啊 哈哈哈 不僅事業成功 婚姻生活更是幸福美滿 總是在IG上各種放閃的私家 在今年3月無預警對外宣布還原消息 也讓粉絲們為她感到開心 沒錯 不過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 孕婦穿搭術 近期她也在Youtube頻道上 與大家分享孕婦穿搭 各種時尚搭配 讓網友直呼 真的是最浮誇孕婦 孕婦 孕婦最浮誇孕婦 她是喊那個到我 就說的 總是認真遊戲的她 在狼人殺中嗆拉風格 更是把人稱記走 新的普希罵到瑟瑟發抖 不敢回嘴 效果滿點又不做作 常逗得來賓哈哈大笑 看完這麼多狼人殺女神介紹 是不是更加喜歡她們了呢 完整20大狼人殺女神榜單 請上網路溫度計網站查詢 你也是阿烏狼人殺的粉絲嗎 你最喜歡哪位女神呢 趕快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